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巴黎奥运会 孙颖莎、王楚钦42击败神秘之师 组合李正直、金秦英 拿下了国平奥运史上首枚混双金牌 但乐极生悲的是 王楚钦和孙颖莎刚举着国旗庆祝完 就遭遇了坏消息 王楚钦和孙颖莎举着国旗向全场球迷致谢时 身后的工作人员却提醒肖战去捡起球拍 肖战看到后立马变脸 做镇场外的他从来都是谈笑间强卤灰飞烟灭 这次他在那一刻 却吓坏感到无法向刘国梁和王楚钦交代了 原来国平夺冠后现场情况复杂 不知是摄影师走动间的无意之举 还是有人故意陷害 把王楚钦的球拍给踩坏了 大头看到后几眼了 他表示要向官方举报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王楚钦表示自己用生命去换来的这枚奥运金牌 但是他接下来还要打男单和男团 趁手的主拍毁了 备用拍会让他实力大打折扣的 目前这背后究竟什么原因不得而知 从开幕式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内容就知道 当地人心不古 谁知道究竟谁看咱们不顺眼呢 国平每届奥运会都斩金夺银 这次又拿到了历史首枚奥运混双金牌 眼红的人多了去了 谁能保证不是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故意为之呢 而当前国平教练组需要尽快投诉 通过调查录像去查看原因 同时国平是否也有相关的应急方案呢 对乒乓球运动员来说 球拍就是他们的武器 主拍毁了的话咋办 在2008年奥运会女单比赛中 张一宁对战冯天威前 张一宁使用的球拍厚度不符合检测 被迫用上映如鞋底的备用拍放弃进攻 只用防守就击败了冯天威 当时张一宁主管教练是李笋 他现在已经是国平总教练 对于这种曾经发生过的突发问题 他应该有应急方案 但王楚清也表示 这或许就是天意 他自己用副版也能打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